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视频赛的比赛 那么在今天视频赛应该说是将会进入到决赛前的最后一天的冲刺阶段 单打比赛将会在北京时间8点之后展开 那么8点之前的比赛全部都是混双和男双女双的这样一个双打的半决赛的争夺 那么在今天的尽早结出来的双打的比赛当中 中国人是遭遇了滑铁路 尤其是中美组合张安跟林高远的这对混双组合是没有能够进入到最终的决赛 是稍稍有些遗憾的 那么林高远也是丧失了去冲击三个冠军的可能性 不过这场比赛包括这对组合所取得的结果 应该说已经让人非常惊喜了 在林高远在中国乒乓球的帮助下 那么中国华裔选手张安帮助美国队62年来获得了视频赛上的首个脚牌 因为这个混双是不设三四名决赛的 因此只要是打进半决赛就会分的一块铜牌 这是一个保底的成绩 这对于美国乒乓球来说将会创造一个非常大的历史 同时张安也在这些比赛当中收获了极高的人气 因为我们知道昨天那么他们在晋级到半决赛之后 张安在赛后的采访中是胜赞林高远 他的大导以及中国乒乓球队 可以说短短的几段采访几乎全都是感恩和温暖之词 他不仅是感谢了自己的搭档林高远 同时的话也非常感谢中国乒乓球队 包括胜赞中国乒乓球队的这种专业 带给他非常大的进步和帮助 那么这一段采访的话是迅速登上了中国社会的一个热搜 同时的话林高远被这个张安夸的当时都有点不好意思 低头微微的一笑 确实通过张安这一段采访 我觉得体现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女孩子 因为有几点 首先第一人家是用美国英语去接受的这样一个采访 这说明他充分对自己的国家一个尊重 因为我们知道张安的中文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 用中文接受采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可能很多人觉得你用中文采访是不是更好 但是我们要清楚的知道 张安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他在美国出生 美国长大 美国才是他的国籍 所以说出于对自己国家的尊重 即便是你会说他国的语言 那么也应该去用你自己的母语 这个英语去接受采访 这个是非常体现出我们中国人的这种胸怀的 另外一点的话 可能很少人知道 张安这个名字的来历 就是因为他的父母虽然说为了生活上的方便 包括为了他自己职业乒乓球生涯能够打得更好 所以选择让张安拥有美国的国籍 但是他们不愿意让自己的女儿忘记自己的家乡 他的家乡是陕西西安 所以给他取名一个安子 而且在他成年之后 几乎每年张安都会去西安待上一到两个月 来保持他这种虽然国籍感受了美国 但是对于这种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同时我们也知道 作为西安人 可能身上也流淌着西安人的血液 所以说西安其实 张安是非常喜欢面试的 这些的话都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温暖 那么张安的这种高情商的表现 这种感恩的表现其实也是狠狠的打了林高远 另一位混双搭档的脸 也就是他自己的小师妹 同门广东省的小师妹黄颖奇 相信听到这个名字 很多中国球迷应该不会陌生 因为在全约会的比赛当中 其实当时林高远的状态并不是特别的出色 那么在混双比赛当中 他与张颖奇的搭档只不挖墙 当时黄颖奇的话就在社交媒体上 暗含影射说这个一个打四个是什么感觉 意思就是林高远拖了他的后腿 随后林高远在与樊震东的男双比赛当中 也出局了 这个黄颖奇甚至是公开发文表示 天道好轮回 意思是林高远终于得到了报应 可以说这样的恶劣的行情 是遭到了球迷的扣诸比发 同时的话 我们看到刘国良也对他进行了全面的封杀 因为我们知道黄颖奇其实在中国二队当中 还是一颗然然生起的新星的 那么在东京奥运会备战的时候 他是入选了国家队的集训大名单 那么在这一次备战世平赛的时候 那么他没有入选集训大名单 同时在平昌联赛 黄颖奇也是作为未免冠军的 能够去参赛的 但是结果这次平昌联赛 没有任何一支球队接纳黄颖奇 所以说刘国良也是要对他小逞大计 虽然说19岁的黄颖奇 目前已经拿到过 多个世界青年锦标赛 甚至成年锦标赛的这种 国际赛事的一个冠军 但是就像刘国良所说的 在中国最不缺的就是冠军 可以说看看赵安作为一个美国人 他的这种胸怀和这种感恩之心 就能够好好的知道 为什么刘国良要对咱们自己的 本土的19岁的未来之心痛下杀手的 我现在就能够好好的